在上一集当中我们谈了一下 人的生长壮老乙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刚出生以后 到儿童期这一阶段的 这个有关养生的一些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开始谈一谈 它的第二阶段 也就是说长这个阶段 换句话说 也就是我们青年人的 这种养生的有关问题 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纳闷了 说这个青年呀 说这小伙子呀 大姑娘啊 身体都特别强壮 他有什么需要养生的呀 你想想也确实 我们现在谈养生 你说很少有人对 说这个青年人怎么去养生 他们也不听啊 在《黄帝内经》当中就提到 说这二十岁的时候啊 血气使胜肌肉芳长 故号驱 血气使胜肌肉芳长 这说明什么呢 气血开始旺盛了 肌肉也开始健壮了 换句话说 身强力壮嘛 是这个时候 有一特点什么呢 故号驱 这驱是什么意思呢 驱是走也 在世明当中呢 就解释到吧 说急行曰驱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走 快走叫做驱 所以你看啊 这个青年人呀 他的特点就告诉你了 一方面说明什么呀 就是气血比较旺盛 脏腑呢功能也开始 逐渐的健全了 所以在《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呀 所以三十岁的时候啊 这个时候五脏大顶 肌肉坚固 血脉胜满 这是二三十岁的一个表现 气血也旺盛了 脏腑功能也健全了 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用这个驱来表示的 小孩的时候啊 小孩的时候啊 我说像脚上踩着风火轮 怎么样呢 各处都是奔跑 那青年人呢 就不是奔跑了 但是也快成了 剑步如飞了 是这样 行动比较快 比较迅速 其实正是因为这个特点 我们有时候说呀 说你看那个小伙子都怎么样呢 风风火火 是这么一种状态了 但是了 这是好的一方面 那你说他的另外一面呢 风风火火 是不是就说他 不稳重啊 他有点不太稳重 那么为什么不太稳重呢 还是说他对这个事物的理解呀 判断呀 是不是特别全面吗 可能就不是特别全面了 有的时候就有些片面 那么我们先看这第一大特点啊 说他的气血旺盛 身体也壮实 所以那些小伙子什么呀 就不知道累 干点活啊 没有什么疲劳的一种感觉 那么在这种生理状态下 如果一不小心他生病了 当然他得病也不太多呀 但是不小心生病了 那你看啊 本身气血旺盛脏腑充实 又得病了 那这是什么病啊 按中医来判断 大部分都是实证 所谓实证是什么呀 是正气不虚 血气旺盛 两个怎么样呢 在身体内进行抗症 这就成为一种什么呀 成为一种石头 正是由于这种症和邪 抗症有力 所以表现出来的症状 比较的严重啊 所以你看那小伙子 有时候发烧 一发烧怎么样呢 38度39度 就上去了 疾病反应的也很强烈 鼻子堵的也厉害 这个鼻涕呀也多 这个痰呀也多 而且黄痰呀 浓痰呀 全出来了 症状反应的比较举烈 所以治疗这一部分人的疾病 也大部分用什么呀 用解食的方法 给邪气以出路 让他出去 说有表病的 汗耳发之吗 其在下的隐儿节之吗 该通便的通便 该发汗的发汗 该通血脉的 我们去通血脉 说到这儿呢 有的时候啊 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你看看啊 说这个老年人 就又不一样了 老年人是正气不足了 所以他得病啊 有的时候症状啊 不是那么特别的明显 所以你看有时候老人发烧 很多都是一种什么呢 第一手37度多 38度以上上的都少 39度以上怎么样呢 更少 有时候我们说 他有点什么呀 烧不起来了 那烧不起来什么意思啊 就正气没有那么强的 他跟邪气的抗争啊 不是那么有利 所以症状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因此有时候我们也说啊 你不要光从这个症状啊 表现的是不是特别明显 来去判断这个病 是不是特别严重 什么叫严重啊 严重是正气怎么样呢 大虚了 邪气非常旺盛了 叫什么呀 叫做正虚 邪实 这才成为疾病的严重阶段呢 那么说到这儿 我们有时候就说呀 正是因为小伙子 有这样的特点 所以他没有那么多虚症 那么反而呢 在门诊上 包括我做门诊啊 有的时候这小伙子来了 胳膊一伸说 大夫你帮我看看 我哪里虚 你是不是帮我开一点什么药 补一补 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青年人 一般得病都是死症 不是什么虚症 也有这样呢 新婚夫妇刚结婚 过来了 到这儿来了 调养调养 调养是可以 但他说什么呢 说你看是不是 给我们俩吃点什么补品呀 我们补补自己的身体 我说这个时候不用补 青年人最好的补药 就是一个什么呢 按照规律 尤其按照你的作息规律 饮食规律 去做就可以了 遵循规律 就是最好的补药 因为你身体 并不是真正的虚 所以这一点 我请我们的青年人 要给予特别的 关注 特别的注意 如果你真吃些补品了 那可能出现问题了 可能吃了点身啊 骑啊 这一类的东西 可能发现什么呢 发现鼻子窜血了 发现长口床了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上火了 所以尽量少吃 不要 那么也正是由于 他的气血旺盛啊 身体壮实啊 所以小伙子们呀 他精力旺盛 他不感觉到疲劳 他不感觉到累 所以正是因为这样 他对自己的身体呢 怎么样 也不爱护了